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很久很久以前只能突然出现 图个眼圈让火箭国王最勇不现 我要带上最好的剑 翻过最高的山 窗进了深的森林把公主带回到面前 国王非常高兴 忙碌他的姓名 连天登上了像他说 闭上我家 在达拉崩巴全网爆红之前 我对周深这位歌手还不算印象深刻 说实在话 对这首歌和这位歌手做一歌溯源 对听惯了古典音乐的人来说 相当的苦恼 之所以要溯源 是因为这首歌以及其背后的现象 很值得讨论 溯源之所以苦恼 是因为这首歌和这位歌手 在之前的表现与传统音乐的演绎 规律与审美似乎完全的背道而驰 如果说达拉崩巴作为电台合成音乐的特例 还算是一种小众爱好的体现 那么周深长期模仿女高音进行演唱 或许更加的有备成立 实际上这也正是声乐艺术在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 直到几年前 中国流行音乐的整体格局还是积极向上的 大多数流行音乐的偶像非常注重歌唱 基本功的训练和培养 有的是音乐学院课班出生 有的还有作曲配器的才华 但近年来模式化造型短视频平台 今年亚文化三种浪潮的出现 对流行音乐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模式化造型的核心是歌手 或称偶像乐习生的颜值 而作为一个歌手 安身立命的音乐素养 却常常从零开始 比广为人知的假唱大行其道 更为荒唐的是 唱歌跟不上节奏 居然能成为促使歌手进一步成名的热点新闻 短视频平台短评块的特点 导致流行歌曲流为曲式结构 极为短小简单的背景音乐 这种背景音乐的实质是无异的 精音乐式的旋律 而甚至不能算作是歌曲 以达拉崩把原唱洛天一等 电子的人生合成器为代表的 今年亚文化歌曲将旋律抛到了一边 突出歌词的趣味性 这种电子音乐人生演绎的歌曲看似魔性 烧脑洗脑 实则与音乐毫不相干 完全是一种趣味性的娱乐作品 毫不夸张地说 或许其琴广场大众广场舞所代表着的大众曲目 在将来会从保卫黄河火红的萨日郎 演变为养烧卡路里一起寻喵叫 你笑起来真好看 大众的流行音乐质量的断崖式下跌 将间接导致大众审美能力的断崖式下跌 歌手的颜值 身材旋律的简单 好听 形式的魔性 有趣 将成为评判歌曲成功与否的前置性的要素 而音乐作品本身是什么样的 并不重要 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下 周深对达拉崩把的改编宛如一股清流 将今年亚文化的二次元流行音乐 每声唱法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歌曲不仅在微博热搜成绩停留的行驶 获得大众的好评 还被舆论界广泛地层占为 打破次元壁的优秀作品 但既有评论对声乐艺术在其发挥的作用的介绍 是十分有限的 往往对年轻亚文化与流行音乐的联系 琢磨较多 实际上 笔者在首次聆听周深版的达拉崩把的时 第一反应是舒伯特著名的艺术歌曲魔王 或许可以这样猜想 周深在对达拉崩把进行再创作的时候 也许灵感的第一个来源也会是魔王 达拉崩把既与魔王相似 二者又有本质的不同 一些批评认为 达拉崩把无论是怎么改编 其本质上的旋律单一性是无法改变的 既这首歌本身 文与音乐不相干 对此别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若干年前的清歌赛上 南中英歌唱家杨洪基曾在点评环节上指出 大意是说魔王是很难的 因为歌曲中的不同的人物形象的表现很困难 这绝不仅是位置往前一点或者是往后一点的问题 而是深刻的情感问题 也就是说达拉崩把在这个层面与魔王恰好相反 周深的演唱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和富有想象力 就在于他反复的改变位置 用不同的音色来扮演不同的角色 从而产生戏剧化的效果 达拉崩把既然对艺术歌曲的演绎形势完全颠覆 仍属于传统流行音乐的范畴 那么他好在哪里呢 好就好在周深在单一的旋律 与戏乐性的歌词之间 有效的嵌入了美声唱法的丰富技巧 实现了对歌曲的再创作 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这首作品非常重要 实际上达拉崩把作为二次元 亚文化的代表性的歌曲 多次被搬上了舞台由人声演唱 但之前的演唱往往照搬达拉崩把的原有形式 意或者是由人声与合成器对唱 这样的演绎实际是原版复刻 它更多是对亚文化青年所需要的社会认同感的回应 而周深版的达拉崩把 却成为对整个大众审美的呼应 究其原因 大底就在于流行音乐的技法无法对缺乏旋律性的亚文化歌曲进行系统性的变革 无法赋予亚文化歌曲音乐本身应有的审美性 达拉崩把看似是周深的信手偶德 实际上与其背后音乐艺术的基础与技法分不开 客观的说 一味用声乐技法或个人的独特的音色对女生进行模拟 这条略奇的路子长久看似走不通的 但周深能够大胆的发挥个人音色上的特色 与自身基础扎实的优势 对亚文化歌曲进行再创作 这对他个人未来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深入人心》等一批加入声乐艺术技法的综艺节目的盛行 给声乐艺术走入传统流行音乐的受众带来契机 周深的再创作歌曲则在这个局面上形成了新的突破 我们甚至能够看到它所开拓出的前景 一方面声乐艺术完全可以在创意上为流行音乐提供养分 流行音乐的创新相比古老的艺术歌曲似乎还不一定走在前面 另一方面在充分理解青年亚文化的基础上 声乐艺术甚至可以一种嵌入式的形式 重塑亚文化歌曲 如果这扇大门能够打开 声乐艺术的普及与融合发展是完全有可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的 声乐艺术不需要以列奇银河的态度卑微地出现在大众面前 它应该站在它应有的位置 为大众文化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